把手放在路上跟自己的手印 匕首式拍照 这是三年前艺人 珍珍出席高雄爱河 星光大道启用典礼的画面 但她近日鲜少公开露面 甚至被曝已经失联超过40天 如今终于亲自发声 珍珍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说 这两天的新闻让大家担忧 也给大众带来困扰表示歉意 更po出一张新闻截图 上头写因为太多人借钱 儿子把她手机收走 但珍珍说没有任何人 有权利替她本人做任何发言 之后有进展会亲自向社会媒体说明 珍珍有人误意语气中藏不住兴奋 虽然她也透露珍珍没有回复朋友私讯 但看到这消息已经很开心 而且我也不能够确定这是她博文 但是至少她讲的那个 说她人在欧美啊 然后手机被她儿子拿掉 然后有什么朋友借钱 这些都是只需乌有的事 有人说只要安全 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毕竟珍珍从6号传出 与儿子张立衡 到北京处理事情后 就烧声匿迹 音讯全无 中间一度有密友爆料 母子俩在欧美隐身 是为了躲避亲友屡次借钱 如今珍珍终于亲自发声 也驳斥假消息 也让各界好友松一口气 人没事就好 TVBS新闻张敏如 巡警台北报导